台中市第二选区立委补选战况进入到倒数冲刺阶段 国民党的严宽恒一大早是前往市府参加升旗典礼 痛批退党的于北辰落井下石 为了三千元还将对方比喻成是连锁超商的加盟店 民进党的林静怡则是和立委陈廷飞一起骑铁马扫街 他还感谢于北辰对他的支持 由民进党政国会发起的铁马队 包括立委陈廷飞等人从平宫一路往北 中国抵达中日选区跟林静怡会合 一行人骑铁马扫街败票 2022头一天林静怡阵营动起来 严宽恒这边一早则是到市府参加升旗典礼 对于桃园市党部前副主委于北辰退党 转而支持林静怡 就让严宽恒大骂市握紧下石 就为了三千块上周一扣的节目 政党如果没有了灵魂 那跟外面的连锁便利超商有什么差别 直接严宽恒把于北辰比喻为连锁超商 立刻往路上掀起争议 严宽恒也再次强调于北辰就像是超商的加盟店 你能要求统一大企业跟他的加盟店要有忠诚度吗 加盟店不过就是为了透过这个平台 能够得到更多的商业利益 至于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上午也前进中二替盐宽恒的后援会授旗 呼吁选民支持在地暗酸临近仪式空降候选人 这是在地对空降 这是正义对抹黑 朱主席为什么每次国民党都很爱讲回力标的事情呢 他自己那时候从桃园到新北市选举的时候 有人这样子攻击他吗 中二立委补选大战 剩下一个礼拜能力炮火持续猛攻 火要会更浓 接下来我们将台出操保 炮火 炮火